主席 剛才我聽盧委員跟你尋答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我們這個立法院 現在是以前的舊的台北市第三女子學校 是 那地幕是什麼?還是文宗用地嗎? 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我們現在當立法院有沒有違規使用 會不會像蘇家權那個一樣 違規使用 那我們自己立法的人覺得我們公然違法 那不是很浪費的 所以我們的聽社事實上跟委員你在院裡面蠻紫身的 事實上不管有沒有牽制 或是怎麼樣我想應該要有一個通案的一個 應該要請下一屆啦 我想這一屆應該機會不大了 下一屆應該是要委員 新的委員組成要做這個問題應該做一個檢討 應該我想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難過了 有時候我們車子經過呢 或是走經過 你看看我們從 從這個 從那個我們大門就好了 中山南大門呢 沒事呢 還有人在那邊 長期在那邊做正抗議 好像是搭個棚架啊 什麼之類的 那再看到我們青島 那邊是青島東路吧 青島東路 你看我們那圍牆上 堂堂一個國會呢 那圍牆下你看有多少的那個管線啊 管線外露的 那整排都是啊 那進到我們 進到裡面呢 我們有違章建築 我們還有違章建築在那邊 你到屋頂上去看啊 你到屋頂上去看啊 有很多啊 那管線外露 真的是敗絮其中啊 那有些呢 又是因為是這個 古蹟 那修復的費用又很高 那整個環境啊 真的不像是一個國會的那個味道 我們去看一看呢 像澳洲 它那個 國會呢 人家蓋的真的是不一樣啊 對不對 它也不是在雪梨 它也不是在墨爾本 它就在什麼 坎培拉 對不對 它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它這上面呢 有草皮 它是在人民的腳下 那就是這樣啊 有 第一個問證的時候就尊嚴 因為為什麼我們立法院 一直形象會不好 我們不夠認真嗎 真的我們很認真 那但是呢 你 外觀的形象給人就感覺不好 難怪啊 沒事了 這個我們也很累 對不對 我們身為立法院的一份子啊 其實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一個悲哀啦 這堂堂一個國會 居然 是一個違章建築一堆的地方 是這個管線外露的地方 那個地幕不符的一個地方 而且我請問一下秘書長說 我們一個月 我們一年的租金 要給台北市政府多少錢啊 華德基 我想跟委員補充先報告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管線外露 我們已經在這個紅樓 我們行政辦公室大樓這邊已經開始 已經處理好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 青島東路會館的部分 我想在明年初也應該大概 我相信管線外露這個問題 應該也會獲得解決 那剛才委員特別第二點提到的就是說 租金的問題大概我們 現在從101年開始 我們每一年大概要編列5300多萬 5300多萬 近年喔 5300多萬 是 那是給誰呢 給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還有台北縣政府 台北縣政府 我們這地還有台北縣政府的土地 三館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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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台北縣政府的 對 所以呢 你看 我們是 堂堂一個國會 地市跟人家租的 然後租違章建築 然後管線外露 然後 該下雨的地方 就下雨 該不下雨的地方 還是下雨啊 這是一個很 這怎麼會有 會有形象呢 但形象會不好嘛 那我們院長也有提到說 王院長也有提到說 欸 想辦法要編 要 要簽建啊 喔 那簽建 但是呢 我請問一下秘書長 我們有沒有構想說 我要簽建 我要簽到哪裡 或是怎麼樣 因為我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預算書上面啊 我找了好久喔 找了老半天 我沒有看到說 欸 這起碼你要簽建的話 要有個規劃會 也要編一編嘛 但是好像我們明年的預算裡面 也沒有編列這個規劃會啊 對不對 我想跟委員 特別補充報告一下齁 事實上 在民國八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議題齁 大概我們幕僚當然利用 大概三個多月的時間 就提出報告 那我們也議決了在空軍總部 那後來就是因為 要成立興建小組 黨團有意見 都一尺尺沒有辦法成立 所以我們幕僚的工作 也一直沒有辦法持續 那因為我們當初的預算的編列 是八十六到八十九年 那麼依照我們的預算法 可以我們可以延長五年 所以在九十四年 我們根本沒辦法執行 所以就照結算法 我們大概就不 免以編列 也沒有辦法再持續 那如果是說八十八年都可以編了 那為什麼什麼理由 為什麼到最後都 無疾而終 而且這案子也 就連預算都沒有編 你現在還有掛個科目在那邊 現在連個科目都沒有 因為就是已經超過我們 我們法定的預算的五年 所以依照結算法 免以編列 就是我們也不能編 因為也不可能編了 依照法的規定 所以要再啟動 我剛才特別跟委員報告 就是要再啟動國會新建 應該在下一屆立法院成立之初 可能要請院長召集朝野委員 就這個議題有一個很明確的 事實上這沒有自毀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自毀的問題 最早從規劃到新建 最早要三到五年 那三到五年 第八屆的委員根本用不到新的辦公廳 所以我們覺得說 民主黨的意思是說 第八屆選完了以後 再請院長呢 再來跟各黨團來協商 是不是等於下一屆 換句話說要在四年之後 在四年之後就對了 我想最快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就像委員你所講 今天不做 永遠就是那個不可能完成 應該總是要踏出一步嘛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踏出一步 你連規劃會你都沒有編 那你怎麼踏出一步呢 那第一點呢 第一點是不是還是在空總呢 報告委員 因為當初的朝野協商 而且在三年前 我們也曾請院長召集 那因為大家 有委員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共識上也沒有那麼高 那因為最近 我想不分朝野都有人在提起這樣的問題 我想等明年 新的一屆的立法院產生以後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共識 大家來談 至少 簽與不簽 要如何 形成一個新的國會 我相信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奇蹟 我們不是為我們自己在爭 對 所以沒有撤回的問題 選得到啊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涉及國家顏面的問題 一個顏面沒有錯 一個國家最高的一個民意機構 一個國會 堂堂一個國會 居然落魄到 它是一個違章建築 它是一個跟人家沉租的 一個地幕都不符的 一塊土地 這是 而且呢 雜亂無章嘛 這一棟那一棟的齁 零零落落的 真的不像一個國會啦 我想下一屆請委員會來的話 應該要大力 因為我想從世界上 特別你提到澳洲的國會 像人家德國 德國的國會也是 但是就建築物改建 他們定了案以後 雙螺旋式的一個 蓋出這樣的一個電檔 展示國力 對 你看 不要說國外啦 不要跟國外比啦 光國內就好了 我們連地方議會 我們都不如啊 你去宜蘭看一看 宜蘭議會 比我們漂亮的多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真的是 我們肩負這麼重大的 一個責任的一個地方 結果呢 一個機關 結果呢 我們自己本身啊 難怪 人家不尊重我們 有時候 我們接待外賓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汗顏啊 對不對 也很汗顏啊 是 這一點呢 我們是希望說啊 一個 我們 涉及國家顏面的問題 涉及我們意識效率的問題啊 意識品質的問題啊 我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積極的 認真的去考慮 是不是要簽建 所以那你的規劃會 最起碼先編一點嘛 去想一想 或是說要把以前那個 八十八年那個空總那個案子 重新拿出來檢討一下也可以啊 我想跟委員報導 對不對 也可以啊 是要曹擁有公司要啟動這個 事實上是很快的 就像八十八年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大概用了大概三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幕僚之後就有辦法提出 跟委員做很詳細的報告 是 我是希望說啊 除非說我們要遷都 遷都中台 中台灣去 那我們大家都就到那邊去了 如果沒有這樣想法的話 事實上 應該我們要盡快的 把這個國會啊 這國家的顏面啊 這定位啊 趕快弄好來好不好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